今天还从热力学课中经常提到的 经典系统开始 有一个气缸 上面有个小货塞 或者叫活动盖子 里面的气体 我们就想象是单分子理想气体 它们向盖子施加压强 但是盖子之所以没有一直向上运动 是因为我在上面放了一堆小石子 抵消了气体产生的压强 我从系统处于平衡状态开始 我可以确定它的宏观状态 它的体积 还有这些石子施加的压强 还有它的温度 我接下来要做的是 我要把这个系统放在这里 放在热源上 我在上集或者几集之前 讲过什么是热源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无限大的 温度恒定的物体 所以如果我把它放到 如果我把系统放到热源附近 然后假设我开始从系统中拿走石子 在几集之前 我们讲过 在绝热过程中 绝热是什么意思 如果系统与外界隔离时 一走石子周围没有热源 体积会增加 压强会减小 实际上温度也会减小 我在几集之前已经讲过了 那么通过把它放到 比圆筒大很多的热源附近 它会使圆筒的温度保持在T1 你可以把热源看作是 假设体育场中有一杯水 体育场的空调 设定在60摄氏度 那无论我对水做什么 我可以把它放到微波炉里加热 但是一旦我把它放回体育场 体育场就会让水的温度保持在60摄氏度 你可能要问 难道热源放出热量温度不会降低 它会的 但是它那么那么大 这一点影响根本无法察觉 例如如果我把一杯开水 放到一个非常大的圆顶体育场当中 水会变凉 降低到体育场的环境温度 体育场会变热 但是变热的程度非常小 你都察觉不出来 你可以把它看作一个热源 理论上来讲它是无限大的 所以结果就是 我们不断拿走这些小石子 系统也会保持温度一定 要记住 只要保持温度是常数 热力学能也保持恒定 因为我们没有改变粒子的动能 我们接着来看 如果我不断移走石子 然后就达到某一点 这时体积增加了 我擦掉一些石子 擦掉一点石子 一些石子不见了 整体的体积会变得更大 我把它往上移一点 然后涂成黑色 涂满 差不多意思了 那么体积变大了 我来换个笔 体积变大了 大概变大了这么多 我们的粒子数不变 它们撞击盖子的频率降低 所以压强降低 但是因为这边有热源 在整个过程当中 热源都在这里 温度始终是T1 全靠这个热源 我要说清楚 同时来复习一下 这是准静态过程 因为变化非常缓慢 整个过程系统处于平衡状态 我们把目前这个过程 画成远近文明的PV图吧 这是P轴 这是V轴 标注上 这是P 这是V 我把它叫做 我换个好点的颜色 这是系统的状态A 这是系统的状态B 那么状态A的压强和体积 假设是这里 这是状态A 然后变成状态B 注意到温度一直保持恒定 一两集之前我们学过什么 温度恒定 系统就会沿着等温线变化 也就是这个等轴双曲线 因为当温度恒定时 压强乘以体积就等于一个常数 我以前算过了 接下来移动到中间 大概是这样的 移动到这里大概是状态B 移动到这里的状态B 整个过程当中 温度都保持在T1 好了 我们已经讲了好几集了 我们说过这对系统做了多少功 对系统做的功的大小 就是曲线下面积 所以环境对系统做的功 不是对系统做的 对不起 是系统对外做了多少功 朝着这个方向移动 我应该把方向划出来 从左向右移动 系统做的功的大小 就是压强乘以体积 我们都讲过好几次了 所以算出曲线下的面积 就得到了A和B系统对外做的功 对吗 我们把它叫做从A到B做的功 就是这些 但是我还想要知道 热源传递了多少热量 要记住我们说过 如果没有热源 圆筒的温度就会随着体积的增大 和压强的减小而减小 系统吸收了多少热量 我们回到基本热力学能方程上去 热力学能的变化等于 系统吸收的热量 减去系统对外做的功 那这是热力学能的变化是多少 整个过程温度保持不变 对吗 既然我们研究的是非常简单的理想气体 所有的热力学能都是自动能 而温度是动能的描述 所以温度不变 平均动能也不变 也就意味着总动能不变 所以我们沿着等温线 从左向右移动时 热力学能也不变 因此可以说.u是0 而它又等于系统吸收的热量 减去系统所做的功 对吗 所以我们把系统所做的功移到另一边 然后两边调换一下 系统中吸收的热量 就等于系统所做的功 这就对了 整个过程中系统都做功 它把能量给了 好吧 你懂的 实际上它可能把能量变成了石子的势能 那么系统放出能量 它对外放出能量 那它怎样保持它的热力学能 它需要别人给它提供一定的能量 是热源向系统提供了能量 所以说 而它的习惯说法是 它吸收了 我写下来好了 它吸收了能量 Q1 我们讲过画一个向下的箭头 表示系统吸收了能量 好了 现在我们来看状态B 移走热源 使系统孤立 所以系统无法 吸收或者放出热量 我们继续移走石子吧 如果继续移走石子 系统会怎样 来看这里 那么我们又移走了一些石子 我来拆掉比之前更多的石块 可能只剩下一个石子了 可想然体积变大了 所以我把活塞升高 我可以让活塞升高很多了 我给那部分涂满 这样这里就不会有空隙了 我把它涂满 好 然后用蓝色 我应该讲的是热力学 而不是画图 然后就有更多的 我不应该加气体粒子 但是体积增大了很多 压强会减小 它们撞击容器壁的次数变小了 又因为我移走了热源 温度会怎么变化 温度会降低 这是个绝热过程 绝热就是系统被隔离了 所以系统和系统之间没有热传递 所以我就箭头还是指向下的 假设这是绝热的 因为我从一个温度变化到了另一个 这是T2 所以就从一条等温线变化到了另一条 这是T1的等温线 如果保持温度恒定 我就沿着双曲线运动 一直沿着这个双曲线变化 但是没有 保持温度恒定 现在就会是这样 我们移动到另一条等温线上 假设还有一条T2的等温线 就会是这样 我来画出来 假设还有一条 它应该往上翘一点 那么假设温度变成了T2 因为它的压强和体积是取取线上的某个点 所以会趋近于这个轴 那么现在系统就变化到了这条线上 压强一直降低 体积一直升高 从状态B到状态C 就是这个样子 我来换个颜色 用和这个箭头一样的橙色就是这个样子 现在系统处在状态C 这是绝热状态 也就是说没有热传递 所以我不用求 系统吸收了多少热量 有意思的地方又来了 系统确实做了工 我们可以求出曲线下的面积 我们会把这个留给以后的课程当中来思考 做工的能量来自 好吧 最主要的是 做工使什么减少了 如果你觉得 留到以后再讲吧 热力学能减少了 对吗 因为温度下降了 所以热力学能也降低了 以后还会不断提到这个 现在系统处于状态C 温度是T2 我们放回来一个恒温水槽 这个水槽 它就相当于一个热源 它就相当于一个热源 我们把两个放到一起 我用黑色遮住石子 所以我要把石子加回来 我要把小石子放回去 不过我让它是一个等温过程 这里有一个热源 但是这个热源 和我放在那里的热源不是一样的 我把那个换掉了 当从B到C的时候 我去掉了热源 现在我换上了一个新的热源 我用蓝色的表示 因为它会是 现在是这样的 我现在再加石子 我再压缩气体 如果这是绝热过程 气体就会被加热 但是我现在做的是 我需要一个热源在这里 保持温度是T2 来保持系统在这个等温线上 所以这是T2 记住这个热源其实是一种冷源 它使温度降低 和这个相反 这个是加热热源 它使温度保持较高 所以你可以想象 系统中所产生的热 或者是系统中产生的热力学能 不对 我不应该这样讲 系统的温度想要升高 但是热量被释放了 就因为热量被转移 到了这个新的冷源中 而且假设热量是Q2 所以系统沿着这个移动 就是这个 系统沿着另一条等温线 沿着这个等温线 直到达到状态D 差不多了 这是状态D 状态D可能在这里 沿着这个等温线 可能这就是状态D 这次你可以说 我们在等温线上移动 从C到D 温度没有改变 我们知道从B到C的过程当中 热力学能降低了 因为系统做工了 但是从C到D 温度始终如一 它的温度是 我来写下来是T2 对吗 因为我们这有一个冷源 温度不变 如果温度保持不变 那么热力学能也保持不变 至少是对于我们这个系统而言 因为它是非常简单的气体 其实它在你的热力学的课本当中见过 好 你知热力学能没有变化 所以也可以说 系统吸收的热量 等于系统所做的工 对吗 和这里的做法一样 现在在这种情况下 系统没有对外做工 是环境对系统做了工 我们现在压了活塞 历程以反方向运动 那么由于环境对系统做了工 因此系统吸收的热量也是负的 对吗 和上面是一个道理 如果.u是0 系统吸收的热量 等于系统所做的工 系统所做的工是负的 是环境对系统做工 所以系统吸收的热量也是负的 反过来想就是系统放出热量 用Q2表示 系统向哪放出热量 他把热量给了这里的冷源 这个冷源 我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 反正它吸收热量 好吧 马上就算好了 现在我们又把冷源 从系统下面拿开 所以系统又完全孤立了 至少是从热传递来讲 我们要做的是我们开始加入状态D中 这还有一点石子 不过我们又开始加石子 靠多加石子来回到状态A 我把石子的颜色换一下 那么就又开始石子 回到状态A 这就是这个过程 我用个不一样的颜色 比如用这个颜色 这个绿色的 加入石子 然后这样上去 从一条等温线 变到上面这条等温线 提醒一下 整个过程是沿着顺时针走的 有趣的现象又出现了 因为我们假设这是理想情况 没有摩擦损失 活塞只是上下运动 没有热量损失 我们可以说我们实现了 我们回到了起始的热力学能 实际上这是状态函数的一个特征 就是只要在PV图上的同一点 恰好相同的点 状态函数的值就相同 所以现在亚强体积 温度和热力学能 都和初始状态相同 所以这里是一个完全的循环 这个循环是非常重要的循环 它叫做卡诺循环 它是以一个法国工程师命名的 他在19世纪初 曾经尝试优化热机卡诺循环 接下来的几集 我们会仔细学习卡诺循环 确保我们可以正确理解伤 因为在很多化学课上 他们会把伤的概念直接给你 伤就是混乱度的 但是你并不知道 怎么样计算伤的大小 测量伤 所以我们需要先学习卡诺循环 然后来理解关于伤的第一个概念 从哪来呢 然后把它和现在的概念联系起来 完成一个卡诺循环的系统 被称为卡诺热机 我们这个活塞上下移动 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个卡诺热机 你可能说 这看起来不像是个好热机 居然还要人搬石头 对了 你不会这样用热机的 不过它是个有用的热机 或者说对理论建构很有用 为了了解 在热机中热量如何传递 我是说 如果你想一想热机内部的情况 第一个热源 向系统输入了热量 然后系统向另一个冷源 放出了少一点的热量 对吗 所以这个系统在把热量 从一个热源传递给了另一个冷源 从热源传递给冷源 在这个过程当中热机做了弓 做了多少弓 做弓的大小就是曲线下的面积 应该说曲线围起来的面积 这就是卡诺热机做的弓 你可以这样想 当向右进行的时候 体积增加 曲线下的面积 就是系统对外做的弓 然后向左进行的时候 体积减小 减去环境对系统做的弓 然后就得到了曲线围城的面积 所以可以这样描述卡诺热机 它吸收热 它开始 所以热源温度是T1 这里有个热机 然后它们连起来 热机从这个热源吸收了QE的热量 它做工了 对吗 工的表现为 做的工 等于曲线围城的面积 然后它释放了Q2的热量 或者说是QE剩下的热量 释放给了冷源 变成T2 它把Q2的热量传到这里 所以所做的工 就是QE和Q2的插队吗 你会说 如果输入的热量 大于输出的热量 那剩下的去哪了 它转换成了工 却是如此 所以QE减去Q2 等于所做的工的大小 这是再次强调这个的好时机 热和工不是状态函数 状态函数的值在循环之后 保持不变 好了 我们完成了一个循环 求出了所做的净工 或者系统吸收的净热量 所以如果一直进行这样的循环 系统就一直有热量加入 所以热不是固有的状态函数 你不能说出这个时刻 热量的值是多少 你只能说系统吸收的热量 和放出的热量是什么 或者你只可以说 系统对外做工大小 或者对系统做工的大小 无论怎样 我就讲到这里了 关于这个我们还会学到很多 但是真正重要的是 如果你不想在热力学课上发懵 我希望你可以回去之后 自己再做一遍 就像你可以拿出笔和纸 重新做一遍 我在视频里做的推导 因为理解卡诺热机 绝热过程 以及等文献非常重要 因为如果你这些都理解了 那么后面的几集当中 我们打算介绍伤 这就会变得更容易 直观一些而不会太乱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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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